過去一年,特區政府帶領香港走出疫情陰霾 在艱難的經歷中,努力配植信心和希望,不走回頭路 最後,和內地全面通關,和世界全面接軌 現在,我們已經走在福尚的快車道上,全速前進 今年首季經濟增長是正百分之2.7%,扭轉了先前,連續四個季度的下跌 每月住戶收入是按中文數計,上升百分之2.1% 首五個月的來港旅客,已經突破一千萬大關 旅遊業和消費,帶動香港經濟復償 施政報告推出的搶人才,搶企業政策,也漸見成效 我對香港充滿信心,但同時必須具案施危 雖然香港整體大致平均,但有國家對我國的和平發展作出誤判 刻意針對打壓 而香港內部也都潛伏了軟對抗的破壞力量 因此我們必須提高警惕,自發維護國家安全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未來一年,我和團隊會繼續積極到海外內地訪問 帶領各界代表組成強大隊伍 說好香港故事,為香港創造更大機遇